到底碧桂園爆雷 跟我們買英國樓 甚至海外樓有什麼關係 有什麼要注意呢 今天我們簡單花幾分鐘 跟大家聊聊這個話題 最近我想大家 不論你有沒有看過新聞或財經 一定會留意到 碧桂園債務上的危機 甚至如昨天的股價 單日蒸發了差不多兩成 18% 看看股價也很恐怖 2018年最高 當時就捱近19.16 跌到昨天就捱到最低 收市就8毫 高低位計就蒸發了96% 相當之恐怖 因為我們這個頻道 主要是講英國樓 內房那些其實我們一直都比較少說 但是為什麼都拿出來說一下 因為最近我們有一些 買英國樓的買家 有些部分就可能 甚至乎有投資一些內房的物業 或者一些內房企業 或者一些內房企業 在這邊我們都有一些東西 今天都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至於好像碧桂園這些內房企業 它的債務怎樣 或者它的後續怎樣 我們就不在這裡討論 因為亦都不是我們主菜 因為我主要是說英國樓的有多 我們反而想說一說 尤其是過去這幾年 我想如果大家有留意一些英國樓 你不難發現尤其是在這六七年間 是有為數不少的國內內房 國內叫開發商 我們叫發展商 在英國那邊 主要就是在倫敦那邊 就是有一些的項目 甚至乎好像碧桂園為例 如果根據這個網站 英國房產與投資這個網站 裡面都有提到 其實碧桂園原原來 早於在2016、2017年 當時除了在倫敦那邊做考察之外 甚至乎在白明漢市那裡 也簽署一些備忘錄 計劃在白明漢及周邊地區的 房產開發項目建立合作關係 我想如果大家有留意 尤其是最近這兩三年 有不少的內房 都在英國那邊有插旗的 有它的項目 我想到今天2023年8月份 如果大家回望尤其是最近這兩年 我想你不難發現 不同類型的網上新聞、網站 你都會見到類似這些 heading 一些中國企業在英國那邊 一些project 結局不太好 甚至那邊有些可能爛了尾 所以就衍生到一個問題 如果大家想買英國樓 可能你選對城市最後輸錢的原因 就是你選錯貨商 尤其是過去這一年 很多有關內房的不利消息都傳出來 通常都是見到債務危機這幾個字 例如經濟一周 上年已經出過一段新聞 中國一些發展商排隊撤出倫敦 我們說這麼多的新聞 其實不是主要為了撤低一些內房 或者一些國內企業 我們不是有意去貶低它 只不過近日尤其是這兩年 如果大家有留意認真看一些有關 在英國那邊的一些房地產 一些壞事件 我們發現是比較多有關 尤其是國內一些機構 在英國那邊去發展一些project 最終是難你收場的 曾經也有一些買家問我們 例如大陸那些內房公司 在英國那邊開一些project 其實值不值得買 說真的如果你總結這兩三年的新聞 其實你肯稍微上去Google 或者一些search engine 去search一下那些新聞 你發現很多類似這些新聞 甚至如這個case為例 倫敦政府最終終止開發協議 正式收回到福地 類似這些新聞是相當多的 我想如果大家作為一個投資者 先不要說 譬如說我買哪個樓盤 或者哪一個發展商 類似這些新聞 我覺得如果作為一個精明的投資者 理論上你應該避開一些 類似這些風硬 很多時候我們買英國樓 我們接得最多朋友 問發展商是否穩固 信不信一個 會否難尾 這些問題我們聽得最多 到底怎樣選擇 這些發展商會比較穩固 會令我買這層樓 最終可以順利交到樓 其實英國那邊 如果你要選擇一些 相對比較可靠 或者穩固的發展商 最好的做法 就是在該個城市 或者該區 找回當地的地頭龍 在英國那邊來說 每一個city 或者在每一個區域 其實它都有一些龍頭發展商 你在每一個地區裡面 就選擇那個地區的龍頭發展商 理論上就相對穩固的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在Manchester為例 某一些比較大的建築者 可能它這裏的項目是特別多 但是它到去Bermingham 甚至乎倫敦 它是完全沒有項目 或者是相對比較少的項目 反過來在倫敦這邊為例 某些發展商可能它主打就在倫敦這邊 但是你說去到其他的city 也都未必有它的project 當然英國那邊也都某一兩間發展商 它基本上是可以覆蓋到 全英國都有它的project 那這裏來說 我想大家在入手一些英國樓 尤其是樓花盤的時候 就最好查清楚 你現在準備要買這個發展商 首先就是它過去 在當地有什麼check record 是順利可以交到樓 有沒有曾經難過未 另外就是它成立年期到底有多久 那這些我想最基本的東西 你起碼都要check一check 至於如果第一次買英國樓的朋友 你想找一些可靠穩陣的發展商 到底應該怎樣做呢 其實較早前我們都曾經訪問過 曼城其中一個知名的發展商 如果大家感興趣 也都想了解多些 不妨可以看回現在畫面這條片 右上角這裡有條link 大家可以click回來 就自行可以看回 由英國當地的發展商告訴你 到底怎樣選一些穩陣可靠的發展商 第二就是我們作為投資者 基本上不是說買樓一定要在香港 或者在國內 或者我們附近地區 基本上全世界你都可以去買 就是我們叫做oversea property 我想很多朋友最近如果有留意 開一些facebook的廣告 你會發現大陸很多樓是劈價的 至於你說劈價這些是否值得買 這就視乎國界自己去判斷 但我們最近留意到 根據國內國家統計局的資料 尤其是剛剛在8月9日出的數據 國內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即CPI 反映通脹的CPI 竟然是出現負值的 即是剛剛這個月的數據 就出現了負值 跌了0.3% 基本上由2022年開始 就一浪低於一浪去走 甚至乎如果參考華爾街日報 或者BBC 即各大傳媒 你都不難發現 中國那邊可能有機會行入通宿 我想至於是真是假 這個就留待 可能我們再看幾個月去留意 不過這裡衍生到 另一件事我們需要反思一下 就是如果我們去做一個投資 譬如我們這個頻道主要講樓 我想大家千萬不要法律 就是你買那個國家 到底現在的趨勢 是上落還是還行還是怎樣 我想這個你要是很清楚 我想如果大家有留意英美 那邊的一些通脹數字 那邊就通脹偏高 國內這邊反而就出現負值 我想這邊如果大家自行判斷 到底你的註碼是擺在哪裡 從而就做到一個比較恰當的資產配置 因為我們發現真的比較多一些買家 自己現在本身的資產大部分都是港元 銀行全部都說完 或者美金 甚至乎有個別有 即是有些朋友有人民幣 那拿港樓 甚至乎有些朋友早幾年買一些大陸樓 那變相可能有少少都靠邊了 那就變成了可能你在中港這邊的資產 那個比重將對會比較大 所以我想大家可能在一些內房的債務危機上面 就不妨就反思一下 即是你手上的資產到底怎樣擺放呢 為之穩陣的 因為我們發現就越來越多買英國樓的朋友 他是未必會蓋住 但是他會做一個恰當的資產配置 從而就令到他手上的那個身家 直接這樣說 就不要說靠邊了 那今天這條影片的分享 大概差不多 我想如果大家對於一些海外樓 英國樓 這個題目感興趣 記得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